《伊朗或校訪北韓上戰場》 金正恩時宜佔領南韓 川河對台政策大對比 台灣醫生說交保護費是用錢買保險 川普和賀錦麗最後衝刺同扶維州 五眼聯盟或見絕密雲端 歐盟考慮建立自己的情報系統 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步》 我是林思明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2日 在節目開始前,私來關注一段健康資訊 隨著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 成為全球健康的挑戰 很多人開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台灣的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補 終於找到他的健康資料 我的糖化血色數是7.9 第一次吃完三個月後就降到7.1 然後再吃三個月就降到6 現在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了 血壓方面我也是一樣的 吃了三高代謝補之後 血壓也有下降的 我現在把藥都減了半 我都沒有跟醫生說的 不過我測量了好幾次 都是回復到正常範圍了 主要這個三高代謝補 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狀 例如膽腐醇 三酸金油脂 還有高尿酸都可以改善 我腎功能本來不是很好 本來是50 現在是52 好像陳先生一樣 很多關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謝補之後 發現這款產品以天然成分和獨家配方 能夠全方位改善健康情況 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邊的家人朋友 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選擇 另外隨著三高代謝補改善健康的同時 健康520也引入了新產品 補氣18美 補氣18美能夠迅速補充氣力 提升體能 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 下面言歸正傳 返回新聞的主要內容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10月31日表示 俄羅斯和伊朗打算很快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其中包括雙方在國防領域的密切合作 外界觀察是否伊朗也會效仿北韓出兵俄烏戰場 另外最近金正恩布置方針 似乎為北韓佔領南韓做準備 俄羅斯和伊朗醞釀簽署一項具有軍事聯盟性質的條約 已持續一段時間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陽 10月11日出席一場國際論壇時 曾與普京會面 並表達要與俄羅斯盡快簽約的願望 獨立媒體《莫斯科時報》指出 莫斯科和德克蘭都遭遇了西方的強大壓力 所以兩個國家都有抱團取暖的迫切需要 報導指出 普京向佩澤希齊陽發出邀請 等他在今年年底前訪問俄羅斯 並簽署兩國的戰略互助條約 路透社指出 俄羅斯和伊朗加強軍事安全關係 會令美國和其西方盟友感到關切 自從俄羅斯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 俄伊軍事安全關係已得到相當大的加強 伊朗不僅被指向俄羅斯提供大量無人機和導彈 用於烏克蘭戰場 而且還正在與以色列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 將中東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 俄羅斯和伊朗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正在準備中 並將成為加強俄伊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 拉夫羅斯在採訪中表示 商議中的俄伊條約將在最近的未來簽署 條約會證實雙方在國防領域進行密切合作 以及為了地區和全球的和平與安全利益進行互動的願望 但拉夫羅斯並沒有透露 俄伊雙方在國防領域將以什麼形式進行合作 報導說俄羅斯目前與美國的兩個對手 伊朗和北韓都加強了關係 包括雙方在軍事領域的合作 普京今年6月在訪問北韓時 就曾與金正恩簽署了一項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條約 先為俄羅斯提供武器 戰場中發現了很多北韓的武器 然後是部隊出兵 而兩國的條約中一個條款規定 當一方遭遇侵略或武裝攻擊後 另一方有義務向對方提供援助 現在北韓的士兵已經上戰場參加了俄烏戰爭 外界有觀點認為 美國與西方多次指責 伊朗為俄羅斯提供武器在俄烏戰場使用 而現在簽署這類條約 是否會效仿北韓在關鍵時候 伊朗也會出兵俄烏戰場的可能性呢? 伊朗10月31日宣布會對以色列做出重大的報復 表明不會收手 同一時間北韓也釋放出佔領南韓的準備 近日北韓平安北道消息人士說 近日通過平安北道黨委員會 向各機構科長以上幹部下達了1日 金正恩國務委員長方針要求做好用 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所有打擊手段 佔領南韓的大事做準備 金正恩1日方針強調 正在開展超越單純防禦的 佔領南韓為目標的軍事行動準備 提供內部緊張氣氛 加強應對戰爭的態勢來團結一心 據消息人士介紹 北韓在這次方針中 用憲法和物理手段明確規定 南韓是敵對國家 表示如果主權被侵 將動員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所有軍事手段 進行應對 方針還要求全黨、全軍、全民 要以不可抗拒的力量 做好和南韓決戰的戰爭準備 警告說 北韓不能出現舉其不定的思想 據消息人士介紹 布置方針後 平安北道出現了恐慌心理 民眾擔心 南韓和北韓的戰爭 是不是臨近呢? 一位能夠感覺到金正恩想引發戰爭的意志 對這件事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認為 伊朗與俄羅斯簽訂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這樣的一個條約 其實的確是可能會具有 一種事實上的軍事盟約性質 這種性質 就是與俄羅斯 與這個北韓之間簽訂盟約是非常相似的 在我看 這種行為本身 其實不像說要發動一個主動進攻 挑起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戰 它更是一種防守性的舉動 因為我們看到北韓 它在與俄羅斯簽訂了條約之後 雖然北韓向俄羅斯派出了 大概幾千到上萬名左右的士兵 但是其實北韓在對待這個南韓問題上 可以看出北韓明確採取的是一種防守的戰爭 他們主動的就是炸毀了與南韓這邊 可以聯通的公路和鐵路等 看起來是一種挑釁 它的本質其實是一種防守 釋放出來的核心信息是 你千萬不要來搞我 伊朗這次與俄羅斯之間的條約 其實也有類似的性質 尤其是與以色列 我們看到以色列在以哈戰爭過程當中 將哈馬斯和真主黨 基本上徹底打癱瘓的一個背景下 伊朗自己也感到深刻的生存危機 它為了想要確保自己的安全 所以就與俄羅斯達成一種軍事盟約 從另一個層面看 因為伊朗不顧中共的感受 突然轉去與俄羅斯 也簽訂這個軍事盟約 顯示出中俄伊潮這個軸心國體系之中 伊朗與北韓明顯都加強了與俄羅斯的關係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 也將俄羅斯看成是這個軸心國體系裡的領頭樣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背後 可能與習近平本人權力地位 又可能發生了某些變化 是有關係的 過來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 只剩下5天的時間 而新國會的組成 也將對華盛頓與北京未來關係走向 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眾議院的對中特設委員會 預計也將在選舉後 迎來赦微的成員變化 彭博社也對川普與賀錦麗 在台灣問題上做了一個對比 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今屆國會成立的眾議院 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 主導了多項目標鎖定與北京抗衡的議案 作為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 國會立法者負責起草法案 批准預算 並對行政部門的活動進行監督 如果共和黨能在國會選舉後 繼續控制眾議院 這個由兩黨對等數量成員組成的 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 將會延續他們的任務和職責 持續應對北京在各方面所構成的挑戰 但如果眾議院改由民主黨控制 新的議長可能將由現任 和眾議院民主黨領袖 傑伐李斯利出任 不過他至今沒有公開表態 是不是支持延續這個委員會的運作 所以如果眾議院由民主黨掌控 將有可能為這個委員會前景 增加一大變數 從目前國家的民意調查來看 委員會24位成員當中的大多數 預計將會在新一屆國會順利連任 包括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穆勒納爾和委員會首席 民主黨人 克里希臘莫蒂 不過在即將登場的國會選舉中 加州的韓裔共和黨眾議員 撲銀珠 目前與越南裔民主黨候選人 戴瑞克陳的選戰 正陷入膠著 2022年進入國會的撲銀珠 經常為台灣大力發聲 並且曾提出與聯署多項法案 確保美國軍事供應鏈 完全不依賴中國產品 而他的對手 戴瑞克陳是越南裔的美國人 他也曾經多次表達他的反共立場 近日彭博社回顧了 川普和賀錦麗的對華大政方針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對台議題 報導說賀錦麗在台灣問題上的公開論述極為有限 與拜登幾次說 會動用美國軍隊保衛台灣的表態不同 他10月初接受CBS電視台採訪 被問及同樣的問題時 拒絕做出明確表態 他說不想討論假設性的問題 不過我們需要確保維持一個中國政策 但這包括支持台灣的智慧能力 包括我們需要採取措施 確保台灣海峽的自由 而川普在涉及台灣的問題上 近期受訪時表態 他如果當選 不會讓中共有機會對台灣動手 另外他在集會上提到 如果中共動手 會打到中共落花流水 不過他也多次提到 台灣需要支付保護費 這個也引發爭議 資深媒體人赤板明夫 近日發表文章 他認為 向美國交保護費 就像買車給保險一樣 因為他允許我買保險 我以後就敢安心上路了 而台灣醫生 蔡依橙也認同 刺板明夫的想法 他認為 至乎給美國的錢 是買軍火的 這些軍火可以保家為國 美國怕他的主要客戶打輸 又會明座暗座 這個甚至超越買保險 蔡依橙認為 保險買到的是一張紙 而台灣拿到F16和各式的美系彈藥 他說缺乏美系的彈藥 就是烏蘭打得這麼辛苦的主要原因 美國想幫也很困難 因為當初沒買 一次要面臨裝備取得和訓練的問題 直到現在才有F16可以用 不僅數量少 型號還是早期的 蔡依橙指出 根據各種分析 台灣買到的美系武器 價格都是行程價或更低 但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 最喜歡用片面事實散布謠言 他直言 真是被中共統治的時候 錢是沒用的 看看中共努力打壓 馬雲整個事業體被中共拿走 消失的蕭建華 入獄的吳小輝 被處理了的王健 你買的不僅是保險 不僅是武器 還有自己的人生 川普和賀錦麗 都在11月1日前往威斯康辛州 Milwaukee地區 在相隔不夠7英里的兩個地方 舉辦集會 進行終極對決 為在搖擺州 威斯康辛州最大的院 爭取選票 進行最後衝刺 川普 會前往Milwaukee市中心 而賀錦麗就會奔赴 Milwaukee市的郊區 Milwaukee院 是威斯康辛州 民主黨票數最多的地區 但是 反而郊區就比較保守 川普2016年 在這個院 險勝 2020年失利 現在 決意要奪回 這兩場對決式的集會 可能是兩名候選人 在選舉日前 在戰場州 威斯康辛州的最後一次露面 雙方都表示 這個州的十張選舉人票的競爭 非常激烈 威斯康辛州在過去六次總統選舉中 有四次都是以不足一個百分點 或者不足2萬3千張票的微弱優勢 缺出勝負 賀錦麗近幾天頻頻獲得 《荷里活》明星的背書 昨天 賀錦麗獲得了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飾演黑寡婦的 施加麗、祖安遜的支持 祖安遜開始聯絡她的超級英雄團隊 召開緊急會議 但她表示 今次任務 不是為了拯救世界 而是為了支持賀錦麗入主白宮 10月31日 賀錦麗和川普都去了 還有六張選舉人票的奈華達州 爭奪拉美裔選民的支持 奈華達州有三分之一是西班牙裔 雖然西班牙裔選民歷例是民主黨人的票倉 但川普在全美拉丁裔人口中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 奈華達州最著名的城市是賭城拉斯維加斯 它的主要經濟支柱是博彩業 為了令經濟穩定發展 賭業工會實施嚴格的自律機制 對各個賭場進行嚴格的監督 為了吸引遊客 這裡社會治安、治理良好 美國歌手珍妮花、路佩斯 已經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賀錦麗集會上發表演講 而川普就在奈華達州亨德森市東南部舉行集會 這個市是亨德森銀騎士冰球隊的主場 人口超過33萬 今月在全國進行的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調查中 川普獲得了38%的西班牙裔登記選民的支持 賀錦麗在西班牙選民中的支持率是50% 在中東和俄烏兩個戰場交著之際 五眼聯盟近日在參加美國國防部情報信息會議時表示 五眼聯盟希望建立一個絕密雲端等成員國可以共用數據 同時實現信息技術、相互操作 五眼聯盟是美英、加澳和新西蘭這五國之間長期存在的情報共享協議 也有一個很好的運作模式 但美國國防情報局官員馬丁表示 需要建立一個包括整個五眼聯盟 和其情報界的精細標注數據的雲端 來解決五眼聯盟內部的問題 據新頭學報導 加拿大國防部綜合情報機構主任范登堡說 在他們的設想中 這個雲端不僅絕密 而且數據將被標注 可以識別數據來源 所有用戶都將有數字身份 獲得訪問權限後才能讀取獲準的內容 以實現不同國家機構間的共用和商戶操作性 外界分析 五眼聯盟建立絕密雲端有一個重要目的 第一是加強情報安全共享 近年來美國多次出現竊物事件 尤其在今年4月 涉及烏克蘭戰場形勢和烏軍行動計劃的情報被洩露後 烏軍也被迫調整行動計劃 所以絕密雲端是要在訪問權限方面 進行更精細化的管理 以堵塞漏洞 第二個目的是盟友在尖端技術上的合作 這次絕密雲端顯示美國進一步在構建自己的戰略佈局 而美國也在考慮美、英、澳、奧克斯的進一步抗原 以及未來五眼聯盟的抗原可能性 在俄烏戰爭的威脅背景下 歐盟也在考慮建立自己的情報共享機構 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要求下 芬蘭前總統尼尼斯托強烈敦促歐盟建立 歐盟層面的成熟情報合作服務機構 並提交了一份 關於歐盟危機和戰爭準備的綜合報告 尼尼斯托呼籲建立一個系統 來精簡情報 並打破整個歐盟各自為證的防禦措施 因為各國發現 俄羅斯特工在監視軍隊訓練場地 試圖對武器工業的關鍵人物下手 甚至攻擊海底的通訊線路 尼尼斯托呼籲建立機構 來保護歐盟重要基礎設施 不過 歐盟成員國之間也存在明顯抵制 因為很多國家更願意保留 對自己國家情報運作的控制權 而馮德萊恩希望 能夠改善某種程度的數據流動和資訊共享 馮德萊恩可能會任命歐盟有史以來 第一位國防專員 這一節新聞已經報導完畢 多謝您的收看 周圍 請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